试一下 看什么 那些年 那些年 大家好 我是洪俊阳 来自新加坡 然后呢 为什么是那些年呢 因为 我是他的高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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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他刚才 但我出来他应该吓到 因为 他不知道我 我有来 出来的时候 第一轮的时候 他出来我整个 怎么是你 我看到熟悉的面孔 因为我在听的时候 这个声音好像 我听过 好像有一点像 可是又不太像 可是我好像很熟悉 他在高中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的声线像你吗 我们在高中是一起 一起长大一起玩音乐的 其实 如果我不是先出道 其实你也可以说 是我像洪俊阳 没有 你懂吗 我们的声音其实还真的蛮像的 所以 今天借这个舞台 还有什么话想对姐姐说呢 对姐姐说 其实 我是来爆料 你也来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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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个高中的事情 就是 他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开始玩音乐嘛 可是他其实还没有 这么热于创作这件事情 然后他开始创作这件事情 是因为一个女生 那时候我们才几岁啦 我们才17岁嘛 然后因为 对 然后这个女生呢 很喜欢她 然后呢 她就开始作曲嘛 那女生就写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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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个创作的搭档 她做词我做曲 对 我们就一起 可是我跟你讲 然后重点是 这个女生很喜欢她 她不喜欢那个女生 没有 我们就当 这个好朋友 其实 就没有那种 男女之间来电的感觉 你只是利用她的鞋子 你干嘛 他那时候可能也是很天真 可是我看得出 那女生就喜欢她 可是重点来了 后来呢 我去把那个女生 那女生变我女朋友 然后她去喜欢另外一个女生 真的假的 对 没有啦 什么朋友 我好奇 就是 这个女生本来喜欢俊杰的 对 那她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呢 你是用什么招数 还是你觉得她觉得你声音 跟俊杰很像吗 没理哦 我觉得没理有可能 所以她跟你交往的时候 永远是闭眼睛 对 就俊杰 OK 好 千千有没有因为女生去写歌 我有三张专辑为了一个女人写的 三张专辑 妈妈 不是啦 不是啦 没有啦 是我的一个 反正是一个蛮喜欢的女生 初恋 初恋的时候的一个女生 不是啦 没人问我乐队这事 我是真正组络乐队的人 对不对 那你说嘛 像我这种吧 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但是又浑身的才华 跟包似的 一直挤不出来 你知道吧 然后说怎么办 就必须要通过一个东西 后来就学吉他 然后唱歌 然后让女孩喜欢 就挺好的 我给好多女的都喜欢歌 对 有回应吗 有因为写歌在一块的吗 都活在回忆里 对 没有回来只有回忆 对 青春无论怎样 都是完美的 大家在青春期的朋友 一定要记住 对不对 也要记住